接著要跟各位講的是所謂的飽和跟未飽和 剛剛有講過溶解度有一定的限度 我最多只能夠溶30克 那我就溶了30克 我溶到不能夠再溶 我們就說它已經怎樣 飽和 這個容易叫做飽和容易 這個濃度叫做飽和濃度 裝滿了就叫做飽和 那如果沒有裝滿了就叫做未飽和 還沒有飽和 未飽和我可以繼續的溶解 我最多溶解30克 現在只溶了15克 我可以再溶解15克 這叫做所謂的不飽和容易 未飽和的狀況 那我們有一些方法來判斷 一個東西是不是已經達到飽和 來說明 如果我已經飽和了 如果我是有顏色 那我的顏色會最深 如果我是有味道 我的味道會最濃 那如果我已經溶到不能夠再溶 就表示底下都有一些還沒有溶解的 剩下的溶質 那我就確定我已經飽和了 所以呢 底下有一些沒有溶解的溶質 我拿了半天之後還是不溶 就可以確定我已經飽和了 我已經飽和了 我已經飽和了 就是我們知道飽和溶液的狀況 那如果我們是飽和了 如果我們是飽和了 這一杯是飽和的 這一杯也是飽和的 然後都在它的溫度之下 那這兩杯溶液就會一樣 我已經飽和了 你再幫我往裡面加糖加溶質進去 它還是不會再溶解 因為裝滿了嘛 不會再溶解 所以呢顏色也不會變深呢 味道也不會變濃呢 濃度也不會增加了 但是告訴我們說 如果我們都是飽和了 在相同的溫度壓力之下 我們都飽和的時候 我們的濃度是一樣的 也不會再增加了 不會再增加了 那麼我們在講可逆反應的評論的時候 跟各位說過了 那是一個動態的評論 糖水已經飽和了 可是實際上發生的事情是 不斷的有糖在溶解 但是也不斷有糖在沉澱 那麼溶解跟沉澱的快慢是一樣的 所以在外觀上看不出任何的改變 外觀上沒有任何的變化 但是內部實際上 就在持續在溶解跟沉澱之中 溶解跟沉澱之中 OK 那有什麼因素會影響到我的溶解度 可以讓我們多還是多少 固體跟氣體的影響不一樣 相反 對於固體來講 溫度要高壓力要低 對氣體來講 溫度要低壓力要大 才會溶得多 大部分的固體都是要高溫度的多 但是有例外 課本只跟我們講的一個例外 怎樣 氫氧化概 氫氧化概是比較高溫的時候 容量比較少 比較低溶量比較多 當然現實裡面不是這個例外 不過我就指教這個例外 記得有一些東西不是 但大部分都是要高溫低壓的固體 或者是它才會溶得比較多 然後氣體要倒過來 要低溫高壓 所以溫度跟壓力會影響我的溶解度 會影響我的溶解度 OK 那如果我們剛才講過說 我們是都如果我都飽和 那我們都會怎樣 都一樣 後來我是大杯的還是小杯的 都一樣 所以如果我們是在相同的溫度壓力之下 我們都得到飽和的話 那我們濃度就會是一樣的 好也講過了 你再往裡面加溶子也不會改變 不會改變 就是有關於一些觀念的問題 讓各位能夠理解 哪些因素會影響我們的溶解度 注意一下該背的該背的要背 該記得要記 氫氧化概的例外 雖然考量人不多 但是希望也能夠把它記住 OK